各位朋友 今天應該是第一條片講我的職業 我其中一個職業就是拍攝Landscape的全景 其他的 例如拍Event、Wedding、諸如此類 金銀珠寶、月光寶俠等等都是一樣照片 這次是第一次開咪講的就是我這個特別的職業 在外國仍然是有的 但在香港已經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捱到這個職業 這個職業就是屬於一個Landscape裡面的全景相 這些相片通常都是給廣告或者雜誌用的 當然現在已經開始識微了很遠 跟以前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自己拍攝 估無論如何 今天我們先講一下相片 在說之前 我要簡單介紹這些螢幕螢幕 這個螢幕現在是100%對應Adobe RGB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少許偏色 因為我這個螢幕是對應BT2020電影用的東西 我們現在開始講一下這次第一條影片 我選出來的主題地點 這個地點是比較容易去的 萬二水庫 當然拍攝這些相片要去很多次 因為我就不喜歡一些很原汁原味的東西 一些很真實的東西 所以就要去很多次 當然你說如果加人工法進去 加一些技術性的東西進去 把它變成一個fine photo 當然很容易 很多時候都是按個按鈕 把root放進去就可以了 但是那些在我心目中就不是我的範疇 因為你按個按鈕很容易的東西 都不是太過有了 這個很不價值 因為一張可以賣到的相片 因為這個真的是我的職業 賣到的相片其實背後就有一個意義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時間性在這裡 如果你的相片改了 就當成一個花的相片 那些是提案的話 今天我選擇這個地點萬二水庫 相信很多朋友都去過 我這些全部都是真實的相片 開始介紹的時候 首先以這張相片為例 這張相片為例 首先萬二水庫是很特別的 它後面就是大浪灣 大浪西灣 接著有藍蛇尖 這個位置 或者大家看OBS的screen capture 這個就是藍蛇尖 這一組就是大浪西灣 這一組大浪西灣 有什麼好看呢 首先萬二水庫其實真的很好看 因為本身它就是一條 有一條萬二水庫的村 然後在英政府統治香港的時候 就是管理香港的時候 它就為了要建這個水庫 就建了兩個壩 一個就是東壩 一個就是西壩 萬二水庫就是東壩西壩 雜了水之後就變成一個萬二水庫 好 我現在就開始簡介這張相片有什麼特別 萬二水庫裡面就有些島很特別 例如這個 它們有些叫龜島 那麼這張相片呢 為什麼我會這樣拍呢 就是首先我要講講 這張相片我去了很多次 為什麼呢 它是如果你要透地 要看到後面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它多數都是夏天的 然後就是要拍到它 是藍色的水 藍色的海水 然後萬二水庫的綠色 要淺靜 就符合那個條件 就是要它很靜的風 就是如果是天文台二三級風區就對了 跟著就是最好是剛剛下完魚 因為你也知道 香港的空氣污染都不是很普通 有時候都很嚴重 那麼我這張相片呢 首先要拍到它出來 首先要有一個風景 就是要這些島要很立體 好立體 那我就選擇的時間 就是選擇了 這個大概是四點鐘 夏天盛夏四點鐘 我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六月份 六月份的時候 然後呢 為什麼我要它很淨風呢 就是因為我要水 這些水 這些水 現在大家看到戰績的水 我要它好像一個平面 就是好像一個水泥地 那樣 就突顯了那些島 就好像在水泥地那裡生出來 那種立體的感覺 那當然這張相片是拍到我要的感覺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好像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我放到100% 對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水的邊 就是很平靜的 那跟著這個島就好像浮了上來 好像浮了上來 很立體的 那這種就是我想要的感覺 那跟著呢 後面這裏呢 也是 那很特別的 這個位置呢 其實就是 譬如 我放小一點點 譬如這樣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另外的一張相片 就會覺得呢 這個就是龜的島 那這個呢 就會覺得它是一個 就是像水魚的島 就是龜和水魚一起在那裡玩 跟著藍蛇尖 就是藍蛇尖這個位置 就是做地 襯托 那這張相片 其實就是 最基本的想法就是這樣 就是要一個立體的島 要一個立體的島 和一個很平整的湖面 跟著呢 要透地後面的藍蛇尖 來做它們的背景 那這個就是我想拍到的意義 如果它裏面的意思的話 我就會覺得就是一個龜 和一個水魚在那裡聊天 逛逛逛逛逛 各種東西 就當作是一個隱密法 好 那這張就OK 好 那 跟著就會有一張黑白的 那因為呢 有時候呢 我的照片呢 我也想做一張黑白的出去 那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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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多介紹了 因為那些 實在是按個按鈕的 那 好了 如果呢 好像剛才那張相片 如果你曝光很準確 那樣東西 那出來的黑白呢 就很好看的 這些是完全 就這樣轉出來的黑白 都沒有想過任何東西 那一轉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 現在這些島 這些位置 都是很立體的 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那個感覺 可能那個觀感 就比剛才彩色 還要立體很多 是啊 那觀感 是啊 那當然 我就不是太喜歡 死曲難曲那些 就是簡曲 或者加很厲害的 電影感的循環 下去 因為我始終都是覺得 那個環境 就是自然是比較好看 還有我自己本身的客戶 都是喜歡這些東西 那 OK 但是相片是沒有分對錯 當然 那 又扯開了 不好意思 那說回這個黑白 那 如果是曝光準確的話 其實那些白邊這些位置 那它就不會爆的 在黑白裡面 那也是達到了一些 好像這個位置 100% 那就可以達到了 那個未爆的白色的邊緣 是的 那當然是很好看的 那在這裡我們可以 所以就用沒霧令去檢查一下 對 對 那有一些個人 可能會這就是 將 tele噪A 就是等角度比較大 然後 但是這樣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相片是太太硬了 但是我又不是太喜歡 他也喜歡自然一點 像背肉眼看似這樣 現在這個照片在黑白裏面是特別立體了 這個是彩色和黑白的分別 有時都會凸顯這些特點 黑白灰階其實在數碼上都是0至255 其實是這樣算的 由光到暗0至255 然後裡面灰階的變化最好就是有很多漸變位出現 例如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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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深杯位置 一直漸變 因為一加一個合格上去 它就會收窄了色域 就會失去黑白的價值 我們又下一張 好 好 這個就是 我單出 這個就是航拍 一張過 去拍整個萬宜水庫 我覺得為什麼會這樣拍呢 就是因為還有一個後著 這個就是整個萬宜水庫平面化的多角度的看法 我覺得它就是千變萬化好像海洋的生物一樣 就是大家簡單一點說 就是譬如海參 海參就是一支支插泥 或者海星也是一支支插泥 我們陸地上的人心也是一支支插泥 我覺得這個就是有一個很漂亮的形態在這裡 這張照片就突顯了幾樣東西 就是綠色、青色、還有一些紫色或者紫紅色的東西 全部都在這裡 我又覺得挺好看 還有在綠色裡面滲這些青色的湖面 這些青色出來 我覺得很特別 還有它的形狀很跳躍 你可以看到整個形狀就像我剛才所說 但是它中間其實有些位置很特別 就是像這個位置 我現在圈在圈上 或者放大一點這個位置 其實如果你整張圖來看 這個位置在高空看 我就覺得很過癮 爲什麽呢 它就像一個人的後尾寢 就是攤在一個湖面那裡 然後旁邊就有些 如果你幻想好的話 就是有些類似剪影的東西 就陪著它一起去看東西 現在如果就這樣看 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都挺過眼的 這個就是一個以人的表態方式 現在我這個方向就是東霸 這個方向就是東霸 這個方向就是西霸 這個方向就是西霸 好 這張相片就是差不多 都是一些同族顏色的對比 挺和諧的 挺好看 加上一點藍色的位置 好 接著到這一張 這一張就是整個東霸 其實這個才叫東霸 我現在畫的地方才叫東霸 這個其實就是擋浪 擋浪 就是叫做東霸的副霸 就是前霸 它其實有個名字 不過我也不太記得它的名字 那些人就說它有一些六角柱石 因為在這裡 就當它是一個六角柱霸 但是無論如何 很多人都會把整個範圍變成東霸 我拍這張相片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這張相片很多人都拍過 我覺得這張相片最正的就是 因為它整個 如果有韓拍在這裡 它整個就是一個口字 就是很過眼的 就是好像我們中國人的口字 我覺得這個形象化 這個文字的象形化就很特別 當然整個環境看上去都很美觀 當然這個加少許船在這裡 那這一船就是現實裡面它自己走過的 那我拍的時候 當然是落少許船 那就有一些動感 因為全部水都是淨的 那這張相片還有一些好看的地方 就是這個位 那它是一路漸變 就是可以看到它這個 其實就是一個緩衝的雜水區 那這裏其實是在漸變 那它的反應就是 這裏是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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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挺過眼的 這個看法看下去 好 那這裏也是 這裏也是表現西壩 那這裏是淨水 我們一直用一些比較流線型的線條 去引申到東霸這個位 那這裏都是海天一色的 這個是海 這是萬宜水庫 整個是一個顏色的表現 因為我這輯相其實都是想表現 這個萬宜水庫顏色的表現 這些就是很基本的 當然也要有條水平線 我正在畫這個位置 如果沒有水平線的話 這些照片就沒什麼用 因為不夠清 然後這個是另一個角度 另一個角度也是描繪西霸 去到東霸 一些線條 其實這些是沒什麼特別的 觀感是比較漂亮的 如果你說在旅遊方面 會看到很多東西 因為會看到地形 西霸 然後有一些 這些應該是涼水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這塊是什麼 這麼多年都 應該是一些涼水的地方 就是裝置 這些都是很基本的照片 都是一些顏色的對比 觀感就是這樣看地形 好 這個比較難搞 因為要去到日落的地方 想拍攝這個萬宜水庫 比較難搞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太陽 在這個太陽 在這個太陽 我在畫的那個位置 其實它是冬天才移到這裡 夏天它就會移回到這裡 就是我現在大約 那個貓市的地方 但是這一張照片 必須要在冬天那時候拍攝的 那樣 跟著呢 扭下來就會有這些一層層的山脈 扭下來就會有一個 比較有些灰階的萬宜水庫 我是想拍攝一些東西 不過難就難在什麼呢 它冬天 多數香港都有很重的煙霞 尤其是如果它有些比較好的黃昏的話 它就重煙霞 沒有辦法了 這麼多年都遇不到一個 真是很清的 這個 這個 冬天黃昏的晚霞 要是超高清 其實這個也算清的 現在 你都看到 大家看到 好像這些位置 這些都看到 不過一去到後面這些 就不清了 其實那個可視範圍 就是清的範圍 其實這裡已經有幾公里 這裡已經有幾公里 其實是OK的 不過我會再努力 這個要看看某年的冬天 再去拍過 要再拍好的感覺回來 因為這個太陽西斜 就會拍到它連綿三萬 接著再加上這個灰階的萬宜水庫 就會有一種我們攝影上所說的 顏色漸變的感覺 如果你說說天文的話 即是說氣氛的話 即是說風格的話 說風格的話 就會說 直陽就會被捧著萬宜水庫 這樣 這個就比較難了 這個 真的很多次才能拍到 它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在低空的時候 其實這些位置 其實就是海帽的頂 我正在說 現在放大一點 這些其實是海帽的頂 這張照片 為什麼會這麼難呢 就是 第一 因為如果要這個萬宜水庫 建那些海帽 即是護帽 在香港就很難了 因為我都很想拍到 但是我還沒看到 還沒拍到 外面這個位置 有海帽 而有青帽的話 都是很難的 我唯一拍到這一次 當然這張照片 在我的角度 還沒算完美 但是現在都 展示給各位朋友 先欣欣賞 這張照片的特性 是什麼呢 就是 首先有海帽 然後頂的位置 就有耶穌光 一直滲下來 氣氛 那張照片 很棒 然後這就是東霸 東霸 有日照垂直下來 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再加上海帽 去襯托它 再加上山 這些戰變 再加上耶穌光 帶出了一個比較難得的景象 這個很難形容 很難用言語的形容 再加上湖面 這些線條 那天有些風 這些線條 這些線條 就 去揮映 現在這些 我現在畫的 那些 比較有陽光的倒影 就匹配到 它的立體感 就非常好看 那這個 也是Mood的問題 就是一些 感覺的問題 那你說這張照片 是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呢 那其實這張照片 就是記錄 一個 就是珍貴的時刻 其實你說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不是太特別的 但是它珍貴的時刻 就變了這些照片 就比較有價值 好 這個 又是另一天 就不是那天 這個 就 一樣 是有少少海毛在外面 大家可以看到 有少少海毛在外面 那它這一天 就特別 它這一天 就有日出在這裡 有日出在這裡 但是日出 就剛剛 它後面那裡 有層雲遮住了 有層雲遮住了 就一般的 那我就等它 上到雲上面 有少少那條線 那裡 其實就是 空氣那個 那個 空氣層的分隔線 那個位 好了 那去到這裡 它上去之後 它犯少少日光下來 那我呢 其實就是 喜歡 就是它這個 的藍調 就是日出的藍調 因為通常很特別的 在香港 譬如它就下雨 就下大雨 那些事情 通常日出日落 它就會有這些藍調的情況 那我比較喜歡這種甜情 那這張照片呢 就是那個 mood 都是很甜情的感覺 那你說表現到些什麼呢 其實就不是太多了 都是表現過萬宜水庫 和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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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水場中心 那個藍調的感覺 那 那 這些 比較 就是不是太高反差的環境 做黑白也是很漂亮的 那黑白呢 就是 之後說了 那 在這裡呢 就 唯有說少少 就是說 就是那個灰街 黑白呢 在一些比較 柔和的照片裡面 它的漸變位是特別漂亮的 那 例如剛才那張照片 現在變了黑白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漸變位 好像這些天的漸變位 然後一直滲下來的漸變位 其實這些就是剛才的 藍調的那些 那些 看到 那些山蠻 那些山蠻的漸變 那些深灰的漸變 那其實這些就是 黑白的主因 就是 如果你黑白呢 你的色域呢 保持得越多 那 黑白的灰街 就越豐富 那 這個在攝影學裡面 就是一個比較珍貴的東西 是的 這樣 這樣 這個也都是 這個其實就是 就是剛才日出的那張照片 那個之前的 是的 因為那個日出就在這裡 是的 這個是之前的 那 就 顏色就比較 再柔和一點 是的 沒有那麼挑 那 都是 都是 同一樣的東西 是的 好 這張是最後才說 最後才說 這兩張都是最後才說 是的 那我先說這些 那 那 大家都看到了 去了很多次 那 那 那 這個 這個就是我想要的一種黃昏的東西 因為 很多時候 如果是秋冬去這個萬宜水庫 如果是日落的時候 背面 通常這裡會有一點點紫色 我現在 正在畫那條邊 會有一點點紫色 那 那種漂亮 也是 非常之漂亮 那 我現在呢 就想表達一件事 就是如果 雲反下來的時候 那種浪漫的感覺是怎樣呢 那 在這張照片 就表現了出來 那這張照片 是有少許難度的 如果站在攝影上面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是真實的照片 雲這裏 是很難的 因為雲這裏 現在呢 根本上 即是攝影那裏 根本上 已經拿爆了 拿爆了個位 那 拿到盡 就是說 我講是 大家可以看到 拿到盡 這個位 拿到盡 對了 那 那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 它上面這個位 和這個位的光差是很大的 而且這個位 如果你再低一點 譬如 三分一級 這個位 就變黑了 所以很多人 如果是 喜歡玩後製的 他一拍了這個照片 他就做很多 要不就放過律 要不就用HDR的方法 推翻它 不過你一推的時候 就沒有了這種 自然的漸變 那種的浪體感 馬上就沒有了 所以這些照片 站在攝影上面 都是一些比較需要技術的東西 我講的是真實攝影 比較有技術的表現 如果你說在這張照片上面 是表達什麼呢 就是一種黃昏的 萬宜水庫的水面 那種浪漫 這種浪漫的感覺 可以搞笑一些 即是用初戀的感覺來形容 因為要很… 要湖面比較靜些 才有這些情況出現 還有呢 當日的水 要是綠水 即是像剛才那些水 才行 然後天氣又要清才行 通常這些也很差 通常是要落圓雷布 那種東西 它突然清一下才有 這種感覺 這個我現在畫的 又是東霸 因為這輯相 我都是圍繞著萬宜水庫 和東霸西霸 好看的地方就是 一張照片 即是去到爆光 即是去到最頂點 白色的位置 然後一路漸變下來 那些顏色的漸變位 就很好看 這張照片其實都是一個攝影的秘訣 其實攝影是RGB 然後就有CMYK 大家都好知道 RGB那邊 其實這些就是紅調 即是R 這個就是B 即是Blue G就是這些 即現在漸暗這些 現在這個邊就是Blue 然後有些青色 就是CMYK那邊 其實一張比較好看的照片 就盡量集齊多些顏色的漸變 這張就是另外一張照片 即是是剛才的萬宜水庫 那個相片的另外一個表現 這張照片 我想表現到它在高高在上 即是表現到在一個高原上面 有一個綠色的聖域 然後它可能會有些流水流下來 這些馬路就當成一個流水的溝 這個就是一個幻想形式的東西 如果視覺上 我覺得就是想表現到它 例如好像一個火山口 那些岩漿噴下來 準備噴下來的感覺 當然了 那個踢鈴上有顏色的共用和對比 大家可以看到綠色和青色 其實跟剛才那張照片的意義差不多 不過多了一些動態 就是這些準備讓它流下來的感覺 以及一個在高原的感覺 其實它是很低的 即是距離海拔其實是幾十米 即是一百米不到的 但我是想表現到它真的好像在火山口流下來的感覺 那這張照片就是我比較喜歡的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東西 我也是想拍到它好像在一個高原上有一個水庫 即是給一個很悅目的感覺給別人去看 那這張就特別一點 因為這張就是整個萬宜水庫的平面圖 其實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西霸 這個位置 我現在下面就是西霸 那剛才那個烏龜石 即是烏龜島在這裏 我叫它水魚島在這裏 然後這個就是東霸 其他這些就是彎 這些是之後才講解 因為是另外一條片才講解 因為要講這些相片 有很多東西要講 如果要講的話 那這個就是 都是想表現那樣東西 就是整個萬宜水庫的切面 它淨水的時候 跟著跟海面那個顏色的對比 還有就是一些 就是它裡面的 我叫它做山線 容易些形容 這些山線的線條的那種美感 就是想表現這些東西 那這張相片就是屬於基本相片 那就是相片給很多外國的朋友 就想看到 或者不是住在香港的朋友看到 就是香港其實是很漂亮的東西 是 好 那講這張相片 這張相片就比較重要了 是 是 我去了不知幾次 這個 這個可能 可能有三十次都有 應該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拍那個海霧 那樣東西 就是想有海霧在那裡 那樣東西 都叫達到了 就是剛才大家看到 有一天它是有海霧在那裡 不過 還不夠完美 我是想拍到一個日雲 這些叫日雲 我現在畫這個地方 即是放大 這個叫日雲 日雲就是 大家在那些天氣 準備轉叉的時候 它在高空那裡 就會形成了一層薄雲 在那裡 接著有個太陽在那裡 因為高空那裡 就有一些比較大的水點的結集 那些叫做晶體 即是水晶體的結集 那當有個太陽在那裡的時候 你跟它差不多同屬的時間 那你就會看到一個環形的彩虹 這個環形的彩虹 如果在國內那樣東西 它們就會叫它做佛光 那樣東西 那其實是一個天文現象 那是挺好看的 那 那我拍攝這個東霸的時候 我在想著 到底有什麼可以代表到 東霸那種極輝煌的東西 我的思想裡面 就在想著 並不是海霧 因為海霧是一些很溫文耳雅的東西 不是屬於極輝煌的東西 那我在想著 其實它那邊 因為它向東 其實它那邊 都會有機會在日出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日雲 那 那 那就去撞了 那 但是 但是你知道這件事很難 因為你 要在它差不多天氣轉差 你又要去 差不多轉差又去 差不多轉差又去 我去了 是的 可能這個有三十次 差不多了 那 終於被我撞到一次了 就是它準備轉差的時候 那時候 我就拍了這張照片 那這張照片 我是極度喜歡的 因為第一 那個機率很難 有 第二 我要它中那個 這個東霸 現在這個位 這個位 很難 很難 因為 我是要它整個 整個 反映 就是太陽的反映 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一條光柱 下來的 萬宜水庫 這個 如果是攝影的朋友 都知道 這一種 是順序法 就是 是一種 視覺上的技術 但是如果它要有日雲 在這裡 就很難 就是 是的 那我就 拍到拍到 拍到 我也很想拍到一張 是完整的 一個日雲 但相信都很難 很難 很難 很難再有 這張就先頂住 這張我已經很滿意了 那它有了一個日雲 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太陽 一個照耀 下去的東霸 一個照耀 下來這個萬宜水庫 那我現在這張照片 就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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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 就讓大家看到 即是 即是 那個壯麗 因為你 你 你 即是 一些大的東西 譬如這個日雲 它是屬於很大型的東西 就會給人 有一種很壯麗的感覺 這個就是 大小的對比 那 那 這張照片 真的 我是極度喜歡 因為這一種 豪華 就 應該 即是 在我再遇的時候 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才可以再遇到 那 還有 大家可以看到 一些雲 這些 這些 即高空的 越南雲 就會形成 一把 一個船窩 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船窩 我現在墊了這個 一個船窩 接著 去呼應 這個日雲 那種壯麗 即是 我都希望大家喜歡 這個是很辛苦的東西 那 那 這張照片 其實 還有另外一個觀感 不過我現在不咳 咳 就是 或者這樣 我放大那個螢幕 一點點 譬如 來到這個位 來到這個位 對 來到這個位 然後放大一點點 對 其實 這張照片 都有另外一個感覺 就是這樣的 那 就是 日雲 這個是很大的日雲 然後加東霸 然後加上藍蛇尖的襯托 那 就會 是另外一個看法 就是 這個就是主觀地 只是看日雲 那種壯麗 這張照片 如果你說 站在攝影的角度 就好像真的佛光普照 就很有希望 好 那 照片 就是這個 東霸 東霸 和這個萬宜水庫的照片 我就暫時分析到這裡 因為我看到時間都很長 已經去到 去到整個小時 那 因為一說照片 真的 很興奮 還有 大家不要介意 我說話都比較慢 那我們 在照片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 那 我下次那條片 希望可以說得快些 那 下一條片見 希望大家支持 我這些攝影 以及我之前說的其他 其他 題目 好 下條片見 謝謝大家的時間 謝謝 下條片見